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进入到旧约的雅歌书 那么旧约的雅歌也叫做《歌中之歌》 是一卷描写人类爱情的美好的著作 虽然这卷书只有八章 但是在世经历史之中 对这八章圣经的解释 却充满了不同的意见 今天没办法一一细讲 大致我们可以看到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就是比较偏向灵修解经 将经文里面讲到男女情爱的这种描述 寓意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当然在以佛所书的确提到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就好像新郎和新妇的关系 不过雅歌书假如我们从灵异的角度来看 就会失去了很多真实对情爱的描述 所以第二个进入 那就是对雅歌书的情爱的描述 从当中来解释 从而了解人类爱情的一些重要教导 所以我们的灵修也会着重在这卷书 对人类爱情的描述的角度来看的 人类的爱情是纯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只要合于神的典范 那我们就应该可以领受神所创造的爱情 婚姻 男女关系 这卷书非常细利的 刻画出不同阶段的 男女关系 好了 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 让我们先读经文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高油辛香 你的鸣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同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入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你所当然 这段经文呢 除了第一节 讲到雅歌的一个 非常简短的介绍之后呢 就给我们看见 爱情充满了期待 是吗 从这个期待的语言里面 让我们认识 爱情的启动 是期待而来的 接下去 我们就会看到 期待之后 会有些什么可能的事情发生呢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曼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 向我发露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我心所爱的呀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想我在何处 死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接下来 就是记录了 女士 所发出来的言语了 她在期待着 她的情郎 然后在询问 情郎 你到底在哪里 不过在询问之前呢 却给我们看见 她的家人 其实对这一桩爱情 是有拦阻的 所以这一段 我们也可以说是一段 拦阻之歌 她没办法很顺利的 和她的情郎 继续发展感情和恋爱 因为家人的反对 然后下面的经文 又换了一个角色 来说话了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角中去 把你的三羊羔 募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我的家偶 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 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 你的颈相因珠串而华丽 我们要为你边上金变 相上银钉 好了 下一段经文呢 就是给我们看见 这一位情郎也说话了 他对他的家偶 就是他的恋人 非常的推崇 这里用了很多诗歌的语言 来表达他对家偶的推崇 那后面的经文 又再次出现期待的诗歌 假如我们把这许多的 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不同的人的发言放在一起 千万记住 这是诗歌体的作品 所以很多的写作的语言 是用比喻 是用暗示这样的手法来写的 我们要抓住当中最浓缩的意义 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第一章原来爱情 有时候出现拦阻 这些拦阻很可能 在这个例子是来自家人 不过爱情会有拦阻 但是真爱却能够超越蓝主 因为神给人心灵互相的相通的时候 就能看见爱的持久 当爱情真实发生的时候 遇到蓝主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发现这神的带领 蓝主一定也能够克服 让我们学习蓝旅爱情 不一定都是贫路 有时候有些坎坷 反而带来蓝旅两方更为珍惜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